今年五二零前新政府上任前一天 民眾黨率領小草們在北平東路 街頭抗議 但偏偏在講到高房價這句話 柯文哲喉嚨有點卡卡 講到一半突然卡詞 網紅四長毛嘲諷 為什麼忘詞是心虛嗎 因為早在五一九遊行前 五月十號柯文哲就捧著四千三百萬 現金買商辦 不少支持者還說買比租更划算 四長毛實際算算看 他買是四千三百萬 可能那個地方租的話 一個月租金是五點一萬 那這樣算下去就可以知道說 四千三百萬可以在那邊出七十幾年 柯文哲是可以活到那麼久是不是 一定是留給兒子 但是也有可能會留給女兒啦 可能 柯文哲他慌了 他趕快想說 那個利用例如說買房子 這種高單價的這個房子 趕快把錢的現金 趕快先挪用出去 滿嘴仁義道德 但是滿肚子難道女昌的人 前黨員痛批 柯文哲用選舉補助款買不動產 還登記在自己名下人設崩壞 政治評論員康仁俊更爆 團隊上下在想辦法淡化商辦 是柯文哲個人持有 甚至想變賣止助批評聲浪 而比照這兩天團隊態度 的確悄悄轉彎 是個人的 個人辦公室或者是說 智庫的發展 這些本來就是他的考量之一 原本斬釘截鐵的說是 自己辦公室的柯文哲 隔兩天陳志涵就改口 可能作為黨部或智庫發展 短短兩天說法變變變 但要想止血效果恐怕很有限 三立新聞黃澄門 任務局英台報導